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框線部分 你會發現現在框線只有畫到7 清楚也只有7,清楚到7 這個也是這樣 所以如何把這個部分向下追蹤 然後自動可以畫到哪裡 畫到最下面這一列 所以特別重要,其實概念跟那個R很像 所以你會發現改的方法 其實如果你剛剛那個方法可以知道的話 其實可以拿剛剛寫過的 你會發現向下追蹤 新增這邊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寫一個新增這邊有個R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R放到這邊 其實這一行就可以拿來用了 R向下追蹤,可是不用加1 因為我們是直接就畫,不能畫加1 加1變成說連14列都畫到了 所以我們就R等於什麼呢?向下追蹤 那我的程式把它寫在哪裡呢?寫在 如果把它找到那個按鈕的話 按編輯比較快 然後就是直接在什麼? 這個Sup的上面加一個R R等於從A2或A1向下追蹤 加1的話就不用,這個不用加1 直接這樣子 特別注意最關鍵的地方應該哪裡呢? 把這個7有沒有,改成R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特別注意 因為7已經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了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它刪掉 後面的話呢,加一個空一格 AND 空一格R就可以了 加一個ANDR就可以了 OK,記得喔,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 那你想說,老師他另外一邊為什麼沒有? 跟之前為什麼不一樣? 好像從來也問到 其實跟各位講,因為7 剛好是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因為他右邊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不用再串了 不過還是我同學好像有障礙 其實如果用之前的方法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 有沒有,7之前怎麼做? 之前是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加一個R 然後AND前後空白 那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會多什麼? AND空 等於是多一個沒有東西要幹嘛 所以這個就多餘了 OK,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不過我發現我本來就很快帶過去 但是好像發現這個地方同學比較容易有障礙 不過沒關係,如果你寫這樣的 程式一樣可以執行 不會有錯 只是不夠精簡 OK 所以應該把這個後面delete掉 變成ANDR就好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這樣執行的話加框籤 清楚的話一樣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這個的話就直接 ANDR 不過其實有時候程式多打久了 你就很直覺 也不用去思考了 之後可能也不會問為什麼 OK 最後的話這邊一樣 這個7跟這個7 一樣怎麼樣 再把它加一個 在這邊的話 這樣的話基本上 我們就很快可以把這邊 這個只有兩個地方 因為後面呢 第二行部分好像沒有7 只有這邊還有個7 這邊的話空一個ANDR 這樣OK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 來try一下 看看OK 再來的話 再加一個 你會發現這邊OK了 那清除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清除 全部OK 那加框線加紅色框 有沒有 這樣OK了 所以其實 之後我們如果要把 那個程式放過來的話 其實應該什麼 在最後再扣這個就好 這個叫什麼名稱 這個叫加框線 紅色雙線 其實或者是說你乾脆 只要畫這兩個就可以了 比較簡單方法乾脆用 用Core好了 就是直接在這個表單執行完 表單這個新增之後有沒有 最後面的話 等於End Sub的上一行 加一個Core Core什麼 Core剛剛那個按鈕就好 加框線 紅色雙線這個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當我做完了 我呼叫他一下就好 讓他再重新幫我畫一下 這樣OK了 所以試一下 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 再一進去 隨便 到GGG 好了 然後 輸入一下 好 Enter 有沒有 自動畫線 有沒有 畫完就自動 再增加一條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再下來 再下來 它要自動畫 再下來又自動畫 OK 所以 就比較不會有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 上面有線下面就沒線 的問題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程式我是寫在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 我是把它放在 這邊 應該是 Enter下面這個 Enter 上面的話 你可能它自己再加一個 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 R的向下追蹤那個 這個 OK 把它改成 向下追蹤這個 OK 這個顏色很不一樣 不過其實我這邊 你知道為什麼 我這邊顏色都有變 我不是自己在那邊塗 我是有個外掛 這個外掛叫CorePretty 它可以自動幫我畫 有沒有 自動幫我把那個顏色做變更 這樣我就不用再花時間了 馬上就可以讓那個 雲端上面的 程式 就可以馬上變顏色 我幫我每次貼過去 黑色的字 看起來不美觀 其實我選起來 然後再用外掛 CorePretty 把它Formate就OK 其他可能我底下再加一個底線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框線就OK了 最後最後還剩下一個部分 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它現在自動在這邊填資料的話 Gh 還是可以 可是我不行 不要讓它輸入怎麼辦 很簡單 教育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 1234 不要我這邊都輸1234 大家都忘記了 像我說我輸入我也忘記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我要填資料的話 很抱歉 沒有辦法 那可是問題來了 它現在是不能夠修改 如果會有人 他要修改 他會跳出說 你要到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 他會有人到教育 然後取消 跳出來 他不知道 他亂輸入 當然也不行 OK 好 那這樣基本上 這個地方就鎖住了 可是鎖住有個問題 那是不是說啟動錶單 我如果今天 透過VBA的話 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他輸入呢 輸入鍵盤不行 那錶單有比較厲害嗎 VBA比較厲害嗎 去 我這樣輸入 我不要輸入 那會不會成功呢 Enter 會不會掛掉呢 掛掉 為什麼 因為 我要輸入 它出現什麼 1004 那它底下有說明 因為保護了 真錯 哪個地方 因為我要把這個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因為它已經被保護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讓你丟失掉 那怎麼辦 特別重要 最重要的 最後的這個地方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保護怎麼樣 動態取消掉 透過什麼 透過VBA動態取消就好 可是要怎麼樣透過VBA動態取消 這個就最重要 最關鍵的地方 程式會有複雜 其實不會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先把它提一下 先試著把剛剛我講的這個地方 那個重畫框線部分 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其實程式只要這樣一行 就搞定了 畫面先畫面 不會 就是把保護給動態取消掉 那先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要重新繪製框線的話 該怎麼做 OK